顏寬恆的造勢場合沒了炒米粉 但是變成了炒麵與丸湯 灰炒民眾大方吃 炒米粉話題持續在台上發燒 檢調單位日前傳訊炎寬恆的支持者 炎寬恆在務峰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 痛批是為了讓支持者中驚手軟 成立大會上炎清彪也出面了 自稱現在是一公投 嚴家批評檢調選前大動作嚇唬人 真有違法為何不直接法辦 只稱處處針對 林靜怡則批炎寬恆是模糊焦點 那在稱會針對他來舉辦 而且有影驗的狀況 那當然需要去調查 那如果狀況不是如此 他就講清楚那個是誰辦的 多少的資金來源 資金來源是什麼 不是很好嗎 不要轉移焦點 而且還扯動扯息 地檢主司號也針對調查行動聲明 表示李明詢問之後請回 里長復興的時間18到31分鐘 以整句偵辦沒有政治考量 TBS新聞黃國俊無數平台中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